这位北京大妈不简单 退休之后几家外企争先聘用 咱们一起听一听大妈的经历 从他们那么基层 那么那么山区 一点一点就好起来 而且您还在新日界 当过同情理由 我是那样 我是你看啊 七年在命运 四年在通县 这都是管理所 然后从通县就调到 咱们北京防管局 地铁拆迁工程处 从地铁拆迁工程处 就到了住宅总公司了 慢慢的从技术员 技术队长 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 然后开发公司经理 是 一直干的退休 拿了退休工资以后 让新世界请走了 新世界请走了以后呢 就是名声在外了 也是认识的人给介绍的 新世界呢 在天宁干两年 东环广场的那个大商场 就跟这新世界大商场 出门的大商场 是 相对应的 在天津那一大商场 那您觉得来讲 因为新世界属于私企 私企 对您觉得就是国企 跟私企有个区别 我跟你说啊 你在私企 你一点点都别偷 你更不能偷 你到私企啊 他要认为你没用 他一分钟都不让你多待 就您等人 给你结工资 多结一个月都行 您等人 而且私企呢 什么工作之间啊 你没跟我说呀 或者你犯个赖 这都不会存在 因为什么呀 都是文字东西 叫知会 什么什么事 我知会给你 是 不叫通知 叫知会 认真 这你就是对工作负责 就是被认可 上天津 他有个开发公司 在那当副总 在他那商场 当董事长 那我还给您说小官 不是 那不管 小官大官 为什么叫你当董事长 因为你是啊 咱们地方的这个 这个户口 国籍 那要是犯了罪了 有犯法的事 逮你 那您这一副 得人更大了 法人 还是法人 我天天上厂厂赚 那时候金价 才八二八块钱 我也没买 你说那时候 有后悔了 现在涨了不少 翻了好几倍了 新神线 干了两年 后来呀 就回北京了 又被那个北京 就是东方银座 叫新港公司 也是香港 也是香港公司 像他清早的 一直干 从东方银座 然后干到万寿路 国月府吧 那个大商场 都67岁了 55退休 又干了12年 给香港公司 1999年退休 2000年上的天津 2002年回到北京 2003年 中间好像我回家了 也不是一个几天 赶紧给我打电话 潘总 潘总说 赵总 回来吧 帮帮我好吗 他是一个香港人 我不干了的话呢 他从香港调了一个人 我弄不了 我也不熟 帮帮我 叫回去 03年 又一直干到 12年 是 您的经理来讲 这个要想年轻人来讲 要想收入高 还是说知识 肯干 真心实意 这人做一辈子的人 就是真心实意 甭管对谁 就错不了 对工作也是要真心实意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 对呀 做工作 对呀 学习一定要说 不能轻易的放弃 敢于说面对困难 这个这是我们从您身上看到的那种精神 真心 他为什么叫我去 我给居民在那坐那开会 居民可老是听着呢 我说讲完了以后 要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提问 他们就提问 提问我就回答 因为我回答都是根据我自己的拆迁经验的 是 因为他们搞房地产 第一步 你就得走好这拆迁户的工作呀 拆迁户工作最不好做了 是啊 谁都想多要点吗 从拆迁户来讲 但是它是有政策的 有条文的 咱们就面对面的 掰开了揉碎了 说这条文 你说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而且在这条文的基础上 我已经宽松你什么地方了 告诉你 就是把这事都说的明面上 他很认可 你讲理就认可嘛 有时候变通一下 就家里的人多呀 生活困难什么的 给不了正式楼房 那如果要是有那个 那个平房啊 或者有那个 谁换下来的那些房子呀 那给他解决一下吧 那就占点便宜吧 让他 那您那会收入 收入最后一万二 一个月 一直保持到这项目 大妈做事 讲情讲理 这段经历 让人值得借鉴 我会给你